我叫秋香是一个六计女孩 常年混迹在网络最前端 在网内网友还在混迹微博的时候 我就已经在纸飞机上横扫千军了 但是令我望望没想到的是 危险就在我不知不觉中来临了 突然有一天我的纸飞机账号被骗子给到了 给我气的 这还不是最生气的 生气的是 我有一个瑰丽 迷你表面上非常心疼我 背地里却偷偷联系了这个骗子 你们直接看截图吧 闺蜜咪咪竟然找骗子要到号教程 还跟骗子约好五五分 本就生气的我看到这里已经是神志不清了 可是最令人震惊的还在后面 骗子给闺蜜说他们一个月 最差的时候也有一百多万英 如果骗子不是在吹牛逼 那属实令人炸舌 可是骗子注定是骗子 就算我闺蜜说要跟他取经 骗子转头就给我闺蜜下了套 要想拜师学艺 对方开出了两个条件 要么闺蜜出让他的纸飞机 让骗子利用他的纸飞机 骗我闺蜜朋友一笔钱 要么我闺蜜直接打五万美元的 拜师费以表诚意 可是我闺蜜也不傻真答应了 对方的条件 对方无非再骗一笔 怎么可能领他进门 这个名叫闺蜜咪咪的网友呢 确实不傻 但是在这个社会里头 傻人还是很多的 你没看见吗 很多人连网上认识的陌生人 这种网友面都没见过 就敢跟着他去投资 相信他的话 真是自古人才挫我背啊 所以这些年来 大家看到币圈最不缺的就是韭菜 最不缺的就是骗局 你以为我没有被骗过吗 在刚刚入行的时候 也被合约割过 也被交易所门过 也被资金盘洗过 也被矿场跑路 弄得千串百孔 但是如果没有这些骗局呢 可能也没有我们频道的现在 因为这个频道在刚起初的时候 我就是想通过我的这些亲生经历 告诉大家 什么事情在币圈是不能碰的 所以到现在为止呢 我们的会员私信里头 频道私信里头 每天都有被骗的 要么就是号被盗 要么就币被盗了 所以这样下去 我觉得我们得专门拿一期节目 来给大家讲一讲币圈的骗局那些事儿 那今天这一期节目呢 我们光从Telegram被盗号这件事情 背后牵出来的诈骗开始说起 在币圈混 要防的就是人呢 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个Telegram 它是一款全球知名度非常高的 加密聊天工具 很多的开发者创业者都在用 简单来说呢 就是你用Telegram给朋友发消息 这个消息只有你之朋友之 再没有第三个人能够知道内容 所以有关部门也好 黑客组织也好 骗子团伙也好 想要知道或者监控聊天内容 说了什么不光彩的勾当 那就两个字休想 那么Telegram是怎么敢号称 这个世界没有人能监控的呢 追牛逼开始 Telegram最值得吹捧的就是 一 加密技术过硬 Telegram为一对一的聊天提供端对端加密 Telegram自信自己的加密方式绝对安全 并且承诺只要有任何人成功破解 以拦截的通讯内容就提供10万美元的奖金 目前只有一个人拿到过这笔奖金 不过他发现的也仅是一个可能会导致问题的隐患 二 功能设置贴心 聊天记录不支持服务器保留 支持设定聊天记录定时销毁 支持一键删除账户 删除了账户后 所有相关的资料也都一并销毁 三 要脸不要钱 免费非盈利 永不销售广告 拒绝接受外部投资 不会发生被收购的情况 落入他人之手 改变公司原有的安全通讯初衷 就是这么牛逼的软件 近期所有的诈骗事件都和他有关 所有的诈骗的套路 几乎只有一个条件 就是要骗你截屏给他 截屏上有什么 有Telegram官方给你发的验证码 所以我们先把答案告诉大家 只要你不截屏 你就远离了骗局很多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大规模的道号 是一个什么样的套路 好 这个骗局的开始呢 是骗子首先要假装你的好友 或者呢 他直接复制你的好友头像 来跟你聊天 再有可能呢 就是你的这个好朋友的 Telegram的账号 已经被骗子骗走了 现在跟你聊天的 坚决不是你的好朋友 那么开始呢 就是跟你寒暄 最近在干什么 忙不忙 然后问你一句 你怎么有两个账号啊 这个时候你是不是很奇怪 对不对 你肯定会散钉截铁的说 我没有两个账号 然后这个骗子给你发了一张 跟你的头像一模一样的聊天截图 还反过来质问你 你是不是被盗号了 当然你会很奇怪 对吧 这个时候呢 他就会要求你发一下 跟他一样的那个聊天截图的页面 这就是骗子最终的目的 截图页面出来了 所以这个时候有的朋友可能已经慌了 对吧 脑子没有过 直接就发过去了 另外一种骗子的话术呢 骗子会谎称说 之前和这个人呢 有过合作 现在找不到这个人了 麻烦你帮我找一下 让你搜一下 GIVGIFT 你不过脑子就把这个截图发给骗子了 另外呢 骗子会谎称他的账号被盗了 被官方限制了 要你帮忙验证一下 那有的人脑子一热就给帮忙验证了 诸如以上这些情况还有很多的例子啊 骗子总是有各种不经意的理由 让你给他截图 所以在截图这个问题上 我们再三强调 一旦稀里糊涂的发过去 您的号就是别人的了 还有一种方式更直接诈骗短信 直接冒充Telegram的官方的账号 声称呢 你的TG账号违反了账号使用规则 将会被限制使用 需要你呢 登录网站来解除你的受限 如果你不小心点了链接 账号也就没了 还有一种带后门的 Telegram是没有中文的安装包的 大家一定要清楚 那有一些用户会使用第三方的搜索引擎来查找 那这个时候骗子就会制作一个假的下载网站 而且霸占搜索结果的头条 你要是不仔细看 你就会下载到他们的假网站 假的APP 对吧 也就是说 你所下载的就是一个钓鱼的一个APP 所以你下载完之后 会被自动检测聊天当中 会不会有区块链的收款地址 如果一旦检测到你的聊天信息当中 包括钱包或者是收币地址的时候 这个钓鱼的这个钱包 就会把这个正确的地址 替换成骗子自己的地址 你的钱或者别人给你转的钱就进了别人的钱包了 下面这个方式我们也曾经上过当 骗子会冒充telegram上面的加密货币的KOL的账号 帮他宣传拉粉 那骗子首先要通过推特的评论 或者是油管的评论 或者直接在telegram上面和你联系 声称能够为你提供高额的投资回报 如果你参与 骗子会要求你要在他们指定的 特殊的加密货币交易所去开一个账户 然后他们会向你展示表明 他们的投资每天都在赚钱 给你一个图表 但是当你要取出你的收益的时候 骗子会连同你的账户一起消失 或者说您得交税 您得补什么各种各样的费用 关于这个方式 我们可真的是太有发言权了 大家知道我们频道的头像 是从来没换过的对吧 那骗子直接复制了我们电报的头像 而且他的电报群的网址 和我们真正的网址 只差了一点点的区别 整得有模有样 而且引导粉丝交费 交完费他就跑路 无论是被盗号的还是没有被盗号的 所有人都觉得不可置信 科技的发展不是应该越来越安全吗 为什么一张截图就能够轻松盗号呢 这是不是Telegram的新型漏洞 还是说高科技已经被骗子破解了 其实都不是 骗子只是利用了Telegram最简单的产品特性 以及多终端的登录机制 只需要拿到你的手机号码和验证码 它就能登录 首先呢 Telegram在默认的情况下 Telegram是允许所有人 查看用户的手机号码的 这也就意味着 对方想要拿到你的手机号码 简直是轻而易举 其次呢 Telegram在每一次登录的时候 都会引发一个安全验证机制 首页的Telegram的这个小蓝标的频道 会自动获取4位数字的验证码 而且有效期是60天 所以只要骗子在验证码的发送有效期 骗你截图 就可以轻松的拿走验证码 把号倒走了 好 问题我们已经知道在哪出的事了 那我们应该怎么来保证 我们账号的安全呢 为了账号安全 及时设置两部验证密码 密码只会在新登录Telegram时 被要求输入 打开设置 选择隐私和安全 然后选择两部验证进行设置 并建议在后续步骤中设置安全邮箱 目的是在忘记两部验证密码的情况下 可以通过安全邮箱进行重置密码 检查自己的软件下载途径 如果是网页搜索下载的安装包 建议直接卸载后去官网重装 第三方客户端有能力获取和控制你的账户 读取你全部的聊天记录 收集你设备的可识别信息 安全起见 务必通过Telegram官网下载使用软件 谨慎使用电报机器人服务 不泄露个人数据 包括姓名、用户名、手机号、电子邮箱地址、密码数据 或可用于识别您身份等任何信息 陌生人私聊不要轻易相信 提高警惕 避免造成资金损失或被盗取信息 如果被打扰可以选择屏蔽 收到的陌生文件、链接 不轻易点击 发送钱包地址与对方多次高通验证 以截图钱包二维码的形式 向对方发送钱包地址 对方通过扫码识别钱包地址 定期查看设备IP登录状态 对有一场登录的设备IP强制下线 Telegram只有联系人没有好友的说法 添加和删除联系人是单项操作 即你添加或删除某个联系人 并不会导致你在对方联系人列表中 被添加或者被删除 因此注意在添加联系人时 取消分享我的手机号码 该选项会被默认勾选 在设置隐私与安全中 选择设置隐藏手机号 上线状态、头像、转发消息等 设置账号不被非好友拉入陌生群 减少被骗概率 不使用Telegram附近的人功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